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群目看我们的四周 我们常常被什么东西,被什么感觉围绕呢?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被忙不完的事情围绕 考不完的考试,处理不完的事情 麻烦的人际关系,或是里头的烦恼忧郁所围绕 而今天我们要渴望什么围绕我们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25篇 这篇的主题是神围绕我们,并且神善待我们 首先一到二节,宣告上帝围绕我们 如同山,我们永不动摇 第一节,依靠耶华人好像西安山,永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是的,我们要看见围绕我们的不是许多的山,不是许多的困难 而是上帝亲自围绕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 第四节是祷告,求上帝恩待 第四节耶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 是的,我们要呼求神善待为善的人 善待为善,两个字同样的字根 当我们走在正直的道路,就经历到神正直的引导我们 我们行善,就经历到神恩待我们的祝福 求主恩待我们,善待我们 接下来,他呼求神的拯救 第三节,求神救一人脱离二人 第三节,二人的杖不常落在一人的份上 免得一人伸手作恶 是敌人会攻击我们 但求上帝的大手来保护 一人,免得我们落入二人的手 免得我们去行恶,去做错误的事 第五节,也呼求神刑罚恶人 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因话必使他和作恶人一同出去受刑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使得神要拯救正直的人 也要刑罚,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我们的心是正直还是弯曲呢? 我们的心充满的是平安、行善 还是攻击人、作恶呢? 不就神打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到,环绕我们的 不是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烦恼 而是上帝的大手环绕,保护我们 我们来祷告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四周围绕我们 如同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神围绕神的百姓 也让我们勇敢专心地做神喜悦的事 心里正直,蒙神悦纳 求主做拯救的工作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